第五場,另一組四班,1650位 豪華隻肥仔葳葳 何宅堯一檔 先說賽職,今季是蘇格普的雷神大熱門 上場,跑田草其實有點盲滿 但圓欄追上來,前坦凸起屁股 在皇帝賽和七寶小福將正在後面 沒有騎過 那場跟著馬尾回來,也是輸三個馬位 騎上去,當然威脅不了頭馬水戰龜 但一定會再近一點 回到谷草,上季有過了表現 今次一檔,雙隔日子不是太遠 隔了十幾天再跑 荒仔都很緊張這隻馬,據聞 今次會見真章的這隻馬 三甲一定要扔它,或者用來做膽 另一隻我覺得贏面比較高的馬 一號暴離如飛 高東利用小牌子,近年成功率比高 不論是黃俊,現在是陳家熙 上場,其實你看到他 用他的十磅 最後,丁當碼頭輸了就沒得說了 有一次經驗,今次二檔 應該繼續都會放得好 右磅減勝,在這隻馬的好處之處 應該是肥仔威威 或者是今場的頭馬另一選擇 一定是要選擇的 好了,二號的情趣 今季下來四班兩場都跑近 上場都是同步你如飛那場 輸過幾新位 追上來都很好的 今次換了一個嬸拿上去 換人這個舉動,有點憧憬一下 不過就撿個九檔 預期他都會在外面衝 會失些少 位置馬來的 三號的火八盒 就是再鬥暴力如飛 上場他都是叫叮當碼頭回來 其實那場就賺過慢步速 他有十檔 今次撿過十一檔 潘頓應該在步速上 未必會再這麼慢 那隻暴力如飛可能會 快一點也定得到 因為今次有些少綁減 始終都是瘦潤這隻火八盒 但這隻火八盒可能放得快 又未必定得到回來 但這隻馬就是勝在中心 已經打踏六次 在谷草一六名位上名 又是贏不到 贏即是敏一點 那3-3-4-4 勝在中心也要頂住 那這場 對碰WIN 我自己就搏五號和一號 五號肥仔威威和一號的暴力如飛 對碰WIN 腳就二號的情趣 換人要留意 那三號的火八盒 都拖住 但如果臨場不對板 可以索性飛進去